凭借有史以来最卖作影片《王的男人》中的反串角色李俊基一举成为韩国最新的人气偶像 而他的最新立作是改编自漫画的电影《Fly Daddy》 在戏里李俊基扮演一位金鱼打架的高中生 更成为一名是要保护家庭的中年男子的师傅 所以李俊基也特别接受了武打特训 看来李俊基是一心想要摆脱他在《王的男人》里那种娇美的形象 听说为了更加阳刚 李俊基还特意在左边脸上加了一条七厘米长的疤痕 增添了不少男性的味道 不过不知道喜欢他的粉丝们这次还能不能接受呢 请不吝点赞订阅